然后再次带来的新加坡这部的 美养的机器有什么呢 基本上这部戏呢 它是一部动作喜剧 那么大家都知道主流的电影 其实都是以动作为主 动作比较容易走到各个地方去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次选择一个动作喜剧 就是希望我们不需要有 太多接地气的问题 但是呢这次呢在台湾这里拍摄 我其实呢也找了这个 台湾的编剧啊也来帮助 帮助啊让至少一些词汇 各方面基本上这部戏呢我们还是 会以台湾为主 那么所以呢我们选择 这个场景什么各方面的都是在 台湾这里那么演员呢也几乎 都是台湾的演员我们希望呢 因为我也拍那么多戏 希望这次呢 跟这么多台湾演员呢 能够再撞出另外一种火花 希望我的第三十一部电影呢 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 哦 小爱 小爱部分那种是属于比较家庭戏 那么全部分也是属于家庭戏 我觉得这部戏呢是属于另外一种新的风格 不过我想你们喜欢的喜剧 仍然会在里面 因为我上次部电影都是喜剧 如果是没有喜剧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拍 对因为我们都是搞喜剧的 所以呢这就是我想我最 比较擅长的啊 比较擅长所以这次呢在台湾这里 开戏的话基本上也还是会以喜剧为主 所以你看我找的这些班底 你就看得出已经是 都是以喜剧为主的一种一种演员了 对 辛亚要不要讲一下 因为被选中心论有傻气 辛亚要不要站出来一点 辛亚要不要站出来一点 站出来 就是第一次跟导演讨论角色的时候 然后他就觉得 很适合演就是傻气 但是就是有跟导演讨论 希望可以除了傻气之外 有一点特别一点的个性在里面 然后这个个性也是我一个 在这部戏里面蛮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这个个性其实在 呃 现实生活中是会被讨厌 那我想要把他演的就是 让人看得又爱又恨 所以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 辛亚之前有能演越南新娘 这次要演菲律宾跟 南部很有缘 还好这个 这个不用讲 就是想讲中文 不用那么辛苦 怎么期待接下来有在演什么国籍的人物 就是尽量可不可以先不要 好累喔 会怎么样去揣摩就是这个角色 因为毕竟是越南 肥律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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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还是就是 揣摩这个角色嘛 现在就是在抓那个个性 因为我刚刚有说我的个性是比较特别一点 对然后所以 呃 就是之后可能会开始用那个个性的方式 在生活中回话 对对对对 对对 他要过量的 有考虑晒得比较健康一点吗 蛤 有考虑 肤色晒得比较健康 我真的是菲律宾人吗 呃 我还是喜欢他这样白系的 对对对 主要他是 他他虽然是菲律宾人 但是他是一个干女儿嘛 对我是干女儿 是干的 干的不是汤的啊 对 不是正统的 对 现在在我们的演示很期待 因为自己就是台中人 很期待啊 我已经跟我台中亲戚都讲好了 然后台中亲戚来说 他们要包那个游览车过来 我说先不用 哈哈哈哈 大家可能有点忙这样子 现在最近因为就是 昨天就是站过台湾 台湾那边有师储说 欸以后台湾人 去大陆地区 会比较没有那么多限制 想说先想说之前 有个大陆地区 你觉得这个条件出来之后 就是对地区 台湾演员会有更多的 嗯 我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这样就是会有更多 好的戏剧可以被看到 然后 呃也会有更多的 呃平台可以 呃接到更好的戏 呃 这个麦 做演员就是把自己准备好 然后演员就是为了要演戏 所以有更多的地方 好 好